I'm right spinners I'm right spinners They don't stop I'm right spinners I'm right spinners They don't stop I'm right spinners I'm right spinners They don't stop 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又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集有關鞋子方面的特輯報導 那你們今天看到老師的開頭是不是覺得我超HIPHOP 沒錯,因為呢 今天呢,老師要為你們介紹這雙鞋子 真的晃起老師當年玩嘻哈玩老神的這個期間的一些回憶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酷喔 那今天在老師呢,跟你們更詳細介紹今天這雙鞋子之前 我必須要先感謝一下來自我們台灣的DADA Global 也就是我們台灣DADA的總代理總公司 尤其是我的男朋友Brian 謝謝你非常感謝我這愛 那其實講到DADA這個品牌呢 他們這一種品牌的訴求就是來自這種街頭文化的Lifestyle 這種生活方式 所以非常非常的酷 那其實在2000年初的時候 DADA這個品牌在我們台灣的西亞圈裡也算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品牌喔 美娜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這個球鞋真的是超級超級酷 而且我本來這一集是要在我朋友的這個鋼圈店拍攝 不過聽到這個DADA其實在隨後喔 會再積一個更猛的一個收藏來給老師 所以呢老師就先把這個梗呢 留到那個package 到我這邊的時候在那邊拍攝喔 好啦那今天要為你們介紹哪一雙鞋呢 相信在台灣很多朋友喔 都已經有機會入手到這雙鞋子了 來我們先看一下鞋盒 鞋盒呢原則上喔 整個鞋盒真的是超多細節的 印了非常多這個DADA Supreme Basketball的字眼喔 那其實說真的 DADA這個品牌在2000年初的時候喔 他這個品牌訴求不只是街頭的這種Lifestyle的一些喔 設計 他也有在這個喔 有沒有街頭籃球上面的這個運動呢 算是影響力非常深的一個大品牌喔 不過回到這雙鞋子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上面呢他就打著DADA Supreme Basketball 不是DADA跟這個史布林聯名喔 如果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DADA可能就會造成一股轟動喔 不過他上面寫什麼呢 DADA Supreme Basketball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條碼 有沒有上面寫著Confidential 也就是說呢 這雙鞋子是非常的機密喔 那上面還寫著這種Cold07 非常的好玩有沒有 所以他整雙鞋這種有沒有主題的塑造 就很像讓人家感覺非常神秘的一個喔 商品喔 那講到側面上面也是打著這種DADA Supreme Basketball 另外一邊也是這麼一回事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看一下鞋盒的鞋底 就全黑 那一個recycle的標誌 非常非常的酷喔 這邊露掉 這邊就一個DADA非常經典的 有沒有皇冠logo 非常非常的酷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鞋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拿來鞋標上面寫什麼喔 來Spanner 沒錯 也就是老師剛剛在這個片頭上面放的這個歌 有沒有 其實講到Spanner有沒有 那種會轉的鋼圈喔 其實在這2000年初 算是一個非常流行的一種改裝風潮喔 而且呢那些鋼圈一定都要 Bling out all platinum and everything 有沒有 那鋼圈一定要整個度落 而且一定要二十幾吋以上的那種鋼圈 有沒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喔 不過回到這個鞋標喔 它上面寫著 Spanner 1 OG Snow Snow也就是代表雪白的意思 所以這雙鞋子的這個配置就叫做Snow 非常非常的正點喔 那這個是老師的size Thank you Brian so much 10號半 那老師其實拿到這雙鞋子的時候非常開心 也在朋友的這個鋼圈店的時候 就已經有套過了 那這雙鞋子其實實際尺寸是OK的 好啦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一雙鞋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我們把鞋盒打開 然後打開的時候呢 其實還蠻酷的喔 它這個鞋的這一種喔 有沒有 防塵紙啊 它也是用這種很像機密藍圖的這一種 紋路在做設計 所以很酷喔 那這個包裝其實也蠻精緻的喔 這樣打開以後再打開一層 唉唷還沒捏 還繼續包著喔 來我們繼續把它打開 打開 Oh my gosh Look at that white shoe spanner baby 真的是超級超級正點 老師現金呢 很少拿到鞋子會這麼的興奮 可是當我知道我可以拿到這雙鞋子的時候 我真的是超開心的有沒有 好我們現在就把鞋子從鞋盒拿出來看一下喔 好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這雙鞋子呢 就是喔 來自DADA的Spanner 1 在台灣我們叫做瘋火輪 相信來自老師那個老屁股嘻哈年代的人 都知道這雙鞋子是多麼的唱丘的一雙鞋子喔 尤其是這邊真的是超級臭屁的有沒有 那講到這雙鞋子我們必須要講一些歷史 這雙鞋子其實過去是在2001年發行的 Spanner 1是在2001年發行的 而且為這雙球鞋代言的這個人呢 可說是在NBA這個球界裡面算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人物 誰呢沒錯喔 如果你們有研究的話 都知道這個人就是Latrell Spreadwell 這個非常惡名昭彰的球員 為什麼他的名字非常的凶狠呢 老師等一下再跟你更詳細的解釋喔 不過讓我們回到這一雙鞋子上面喔 這一雙鞋子的整體設計 跟這個Latrell Spreadwell這個球員喔 關係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Spreadwell呢 他也是一個愛車迷 非常非常的喜歡車子喔 而且早期呢 Spreadwell也有在這個加州 開了一間叫做這個 Spreadwell Model Sports 也就是這個有沒有 Spreadwell他自己的改裝車的這種車廠喔 那因為他跟這個車子方面的這個連結呢 所以Dada找上他的時候 就直接說 嘿要不要做一雙你的這個簽名鞋 那就直接以你這種愛車的主題去做這個設計 那Spreadwell聽到當然是說 Yeah why not man let's do it 對不對齁 所以呢這雙鞋子就誕生了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整體球鞋的設計 所以他的整個外觀看起來就有點像一個跑車的感覺 沒錯 尤其是這邊有一個有沒有進風口喔 就很像這個車子有沒有 在跑快的時候這邊進風喔 可以做出這種散熱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酷喔 那再加上這個側面這邊的設計 很像這個車子外觀有沒有 爆龜的這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點 那這雙鞋子 為什麼會有這個Spreadwell的這個名稱呢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有沒有 風火輪啊 這種渡落鋼圈真的是超級超級正點喔 這個細節就是這雙鞋子會叫Spreadwell的這個由來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他就是想要塑造 有沒有早期2000年代這一種喔 改色風潮也就是呢 這個地方這鋼圈會轉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在行進的時候 這鋼圈呢 他會就呈現這種停止的狀態 那當你停下來的時候 鋼圈就會一直轉 那其實相信呢 早期我在玩嘻哈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這種會Spread的這種鋼圈 叫做這個Car Moonwalking有沒有 就是這個車子在太空漫步的意思 非常非常的酷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Spreadwell鋼圈的這個細節喔 除了這整個鋼圈都是渡落以外呢 其實這雙鞋子非常酷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呢 當你穿著這雙鞋子的時候 踩下去的時候 這個鋼圈會旋轉喔 而且你看這邊還有一個紅色的卡鉗 這個做工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細膩很酷喔 再來我們回到這雙鞋子喔 整體的這一種喔 球鞋材質運用喔 原則上他也是用這種喔 有沒有牛皮的 仿牛皮的感覺 可是他這個不是Tumple Leather 就是不是那種顆粒狀比較大 他是這種Smooth Leather 摸起來就是很平滑喔 材質的部分呢 我覺得還OK 沒有到非常的軟U 可是呢現在的球鞋都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還可以接受對不對 那這邊側面有一個打著 spinner 銀色的這種字眼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球鞋的正面喔 球鞋的正面這邊也有一些流線的設計 非常非常好看 那再加上這邊有沒有鞋舌的部分 也是用這種仿牛皮的材質 那我們來看一下鞋子上面呢 他一樣打這個 DADA Supreme Basketball的字眼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來看一下鞋子的內側 原則上這邊有一個圓圈的部分 不過他是Perforated 也就是說呢他是有打動的 這個就是一個透氣的一個功能 非常非常的酷 側面也是一樣喔 前身也是有一些打動喔 這個透氣孔的設計 所以呢老師也覺得非常的貼心 再來我們看到球鞋的鞋底喔 鞋底 All white everything 全白非常的酷 那上面呢鞋的中間就打著一個什麼呢 Supreme再加上這個非常經典的華光Logo 真的很好看 那In case you're wondering 這個有沒有鋼圈怎麼會轉 這邊就一個氣流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一個Y型的這個氣流的設計 而且這個摸下去真的是軟軟的 很像有氣會跑來跑去的感覺 非常非常酷 那說真的老師其實喔 那一天套上去的時候 這雙鞋子真的穿起來非常的軟 很舒服的一雙鞋子 那相信這雙鞋拿來打球 這個有沒有軟Q的這種鞋墊呢 可以讓這個喔 可以減少這個撞擊力保護你的腳 非常正點的一個設計喔 再來我們看一下鞋子的裡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裡面鞋墊就印著一個圓圈 上面一樣寫著Dada Supreme Basketball 然後一個籃球的這種圖騰 非常非常的酷喔 總之這一雙鞋全白就是非常的正點 全白的鞋就是hip hop 再加上這個Bling Out的鋼圈的細節 真的是超級超級正點的喔 不過今天老師有辦法拿到這一雙鞋子呢 我就喔 再更深入的報導一下 因為老師其實很少介紹到這個品牌 所以我們喔 更深入的聊一下喔 講到Dada其實是在1995年 來自加州的一個品牌喔 那就像老師剛剛跟你們講到 他們的品牌訴求就是喔 整個靈感來源都是來自街頭文化 hip hop這個嘻哈文化 對不對 所以不管是說他的這個 休閒鞋也好 或是籃球鞋也好 全部都是以這種嘻哈文化主題去做圍繞喔 那除了spanner以外呢 其實Dada當年喔 講到他們的籃球鞋 最有名 也賣得到最好的一雙鞋子 就是他的這個 Sea Dubs 這雙鞋子呢 其實當年好像是請這個 Chris Webber 如果老師講錯再幫我跟進 好像是Chris Webber幫他們代言的喔 所以呢 其實你看Dada那時候財力還滿雄厚 還是有辦法找到一些非常傳奇的這種籃球人物來幫他們做代言 而且不只這樣喔 其實以前在這個喔 他的嘻哈休閒鞋方面的這些鞋款呢 他們有找到 還有有沒有這個 嘻哈界一些重量級人物 比如說Snoop Dog 我記得當年呢 也有幫這個Dada做代言 所以呢 你看當時呢 Dada的影響力也不是開玩笑的喔 那其實老師當年也有拿到spanner的一雙這個贊助 而且也是全白的 非常非常正點 所以再次拿到Dada這雙全白的spanner 我真的是超級開心 Once again thank you Dada Taiwan 真的是超級超級帥的喔 好啦那我們現在話題轉一下回到幫這雙鞋代言的這個籃球明星喔 因為講到他的名字呢 應該對於現在比較新一代的這個 NBA球迷來說比較陌生喔 不過The Trail Spreadwell在老師那年代 可說是也是一個非常經典傳奇的人物喔 如果你打這個The Trail Spreadwell呢 你就可以查到他非常多的資訊 不過老師就這樣子簡單的跟你們介紹一下喔 Spreadwell其實在這個喔 92年到98年的期間 他也有效力這個有沒有勇士隊喔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年代最紅的這個勇士隊喔 再加上這個98年到03年的時候 他也有效力這個紐約尼克隊 然後呢他最後一個效力的球隊呢 是在03年到05年的時候呢 他效力了這個灰狼隊喔 那其實當年他的名氣也蠻響亮的喔 因為他也有在這個NBA All-Star Game打過三次球 就像老師之前有跟你們講的 要打進這個NBA All-Star 你必須要有相當一定的這個 喔 球迷的這種支持度 那他當年呢 因為也蠻厲害的 所以呢 他也被NBA邀請去打過三次這個NBA All-Star喔 不過講到Spreadwell 那時候最惡名昭彰的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97年的時候 他還在這個有沒有勇士隊打球的時候 有一天練球的時候呢 這個教練PJ有沒有 Colissimo 就是罵他的時候 這個語言上有激怒到Spreadwell 所以Spreadwell那時候好像就直接掐著那個有沒有 那個Coach那個教練的脖子 掐了好像好幾十秒喔 那不是只有這樣喔 那時候Spreadwell就被叫去 這個有沒有休息室休息 你回來的時候 雖然氣有比較小 可是那個有沒有 教練就拼吧 又吉他 他好像又再次的 考教練 還是說又掐他一次喔 不過這也造成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喔 也就是說 Spreadwell其實因為這件事情上了法庭 而且在法庭上面 他還說其實那個PJ Colissimo呢 他的語言上好像有點racist 也就是種族歧視的這個意思喔 所以他就是因為這樣子才 就是很生氣的掐了這個 有沒有這個這個教練 而且Spreadwell因為這件事情呢 被NBA當年競賽了一年整整的一年喔 而且因為這件事情 勇士隊那時候還想要把他直接 就是跟別的球隊跟他把他換掉有沒有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 Spreadwell就跟這個勇士隊走上了法庭 聽說好像告來告去 Spreadwell有贏了這場官司 所以他的這個合約好像還有繼續進行 一直到這個98年喔 所以呢 當很多人講到了 The Trail Spreadwell的時候呢 除了他的成就以外 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當年這一件 97年這一件 掐這個教練 國職的這一件事件 造成非常 就是球圈一個非常轟動的一件事情 但把那一些incident 把這些事情 拋開放在旁邊先不管喔 我們這個The Trail Spreadwell 其實在當年他打球也是蠻厲害的喔 再加上當年哪一個球員 可以想出這麼 搖搖 那麼臭屁的來電 直接把這個鋼圈 放在鞋子的側面 真的沒幾個喔 所以Spreadwell其實在當年 也算是一個蠻酷的麻煩人物喔 好啦 希望老師剛剛跟你們介紹 有關Dada 或者是Spreadwell 或者是Spanner 這雙鞋子的一些 資訊 你們會對這雙鞋子 有更多的了解 這雙鞋 老師就今天講到這邊 我們就來看一下10桌 好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來自 Dada the Spinner 這雙鞋子的實著 真的是超級正點 那老師呢 現在要示範給你看 旁邊這個有沒有 鋼圈要怎麼轉 就只要踩一下腳跟的地方 有看到嗎 射到一圓的啦 真的是超帥的喔 你可以想像你在打球的時候 有沒有 這樣子落地的時候 然後呢 鋼圈就一直轉有沒有 那個你的對手看他就 哎呦喂啊 整個頭暈喔 有沒有 就是這麼一回事喔 but anyway這就是一個有沒有 Spinner的特色 非常的正點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雙球鞋的側面 正面 好帥喔 老師真的很喜歡這種有沒有 我們那種早期2000年代 出的這種有沒有 鞋子整個就是肥肥的 那種感覺真的是超酷的 來另外一邊的側面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轉 有沒有 輕輕踩一下 就會轉喔 他這個氣流就直接會衝上去 鋼圈的地方 就會轉 真的是超帥的 而且你踩越大力 轉越久有沒有 就是這麼一回事喔 很帥 好 再來就是鞋跟 帥啦 這種全白的鞋子就是HIPHOP 有沒有 老師真的很開心喔 準備呢 然後呢 暑假的時候把它傳出去 燈球一下喔 好 這就是呢 2016年喔 最新款呢 的這個 spinner一代的復刻 來自Dada 再次感謝大家準時收看老師的鞋皮影片 再次感謝大家準時收看老師的鞋皮影片 再次感謝來自台灣的Dada總公司 寄這雙鞋子來給老師 真的是對老師來說 意義非凡喔 因為這雙鞋子真的 喚起老師過去非常多的回憶喔 Yeah 非常期待呢 Dada在未來 要寄給老師一個 特別包裝版的這個 spinner 球鞋 老師一定把那一集 直接帶去鋼圈店喔 當這個背景超帥的 有沒有 記得幫老師的影片 按讚 分享 並留言 做補充 這是看你老師spanish baby